拿协德报恩会访华团一行十二人 有团长省野袁乌赛领 在今天中午到达我国 他们除了要拜会有关首长之外 并且要呈现百里一斗给蒋总统 这一斗百里是由日本各地的一百家农民 分别签名 而且每家呈现一和累积而成的 以表示他们对蒋总统的重敬和报道之臣 这个访问团的团员都非常感到 日本最后所以能够复兴 都是蒋总统对日本与德报恩的政策所赐 所以他们成立了日华协德报恩会